一南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不必当兵了 因为在103年底实施了募兵制之后 将有多达14万名一南因为军营客满而塞车 内政部正在规划修改体位标准以及各项的规定 减少需要服兵役的一南 或者是让各个机关扩大禁用替代液 最快在年底之前就可以完成修法 莫兵制将在民国103年底之前上路 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上午邀请相关单位进行专案报告 内政部坦言由于替代液需求人数有限 民国103年与104年都有超过7万名超额一南等待服替代液 内政部正在思考如何扩充预算增加替代液名额 或放宽易南体位区分标准与补充兵 适用范围减少易南人数好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内政部自己大概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会同国防部一起来研究 从103年达到高峰期以后 这个问题会很严重 所以我们在寻求修正相关法令规定 放宽或者是松绑法令相关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吸引优秀人才从军国防部规划 致用于士兵的起薪将以最低工资两倍为目标 以目前标准来说 未来致用于士兵起薪37560元 比目前的29625元多了将近8000元 不过国防部长高华助坦言 预算能否通过 还要看行政院是否支持 报告委员基本工资是一个浮动的 它说不定还会变高 那未来如果浮动的话 我们就是跟着调高是不是 我们希望争取到 因为只有合理的预算 才会争取到优秀的人才 另外因应募兵者实施 退付费也提出配套措施 希望争取放宽服役四年以上的退出役官兵 有参加特考的应考资格 让他们有转任公职的机会 介绍手工张子佳特别报道 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有很多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子 而最近就有房仲业者跟银行合作 推出四十年期的房贷产品 标榜每个月缴的钱可以减少四成 但是有专家提醒 时间拖得越长 利息算下来呢 其实是变高了 而且未来如果利率走高 对消费者来说不见得划算 那台北房价动辄上千万年轻人实在买不起 为了吸引手购族 有房屋仲介业者跟银行合作 推出长达四十年的贷款方案 以希望说我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不影响到我每个月的生活品质 这样的一个消费族群的手购族的朋友 他可能就适合 这个所谓的四十年的这个房贷的一个方案 四十年期的房贷限制三十五岁以下手购族 购买屋龄三十五年以下的房子 不过算一算缴完贷款 可能都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真的划算吗 假如二十几岁 然后四十年这样也要退出了 四十年势必它的利息是拉长的 然后等于是原来二十年的利息变成一二 以贷款八百万利率百分之一点八八来算 二十年期的房贷 本息平均贪还每个月要缴四万块 如果分成四十年月缴确实只剩两万三 但四十年下来总利息高达三百三十九万 足足多了一百七十八万 不止利息变多了 别忘了还有利率还有房价浮动的风险 学者表示美国也有长达三十年的房贷产品 但是是采用固定利率 让消费者可以预期未来的风险 相较之下 台湾四十年的房贷产品 恐怕还是很难吸引消费者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导 台湾健保的推动在国际间泼付盛名 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 有一篇提到台湾健保的文章 CNN也有节目推崇台湾的全民健保 不过呢 最近因为二代健保即将要上路 保费究竟应该要收多少 再度引发争议 而民间团体认为 台湾的健保利益虽然好 但是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 却是长期都没有解决 在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 有一篇提到台湾健保的文章 CNN有线电视节目还拿来讨论 特别推崇台湾的全民健保 因为文中指出 台湾在健保上的支出 只占国民生产毛额GDP的7% 但美国却花了17% 不过仍然称信的台湾健保 多年来面临极大的财务缺口 民间团体批评台湾健保制度 论量记仇 民众看病拿药方便 医院也多开药多检查 以便申请健保给付 反而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由于健保财务缺口越来越大 两年前还不得不将健保费率 从4.55%调升为5.17% 民间团体说原本政府寄望二代健保实施后 因为有了新增加的补充保费 可以补足财务上的缺口 把保费费率从现行5.17%降为4.91% 不过如今看来却不是如此 明天有两会联席会议 我想目前我们没有这个 还没有一个结论 还在程序中 民间团体说如果按照健保局给的最新精算数据 二代健保保费根本不可能调降到先前所谓的4.91% 而且未来费率也不可能低于5.1% 不过卫生署表示 明天上午将邀请监理会 健保费用协议委员会 针对健保费率进行讨论 记者来许名小龙翔 台湾报道 全台湾大约有25万学习落后的国中小学童 他们未来有可能会成为社会弱势的一群 而在六年前 永灵教育基金会就以台东大学作为基地 成立了希望小学 专门研究开发教材和教法 来提升弱势学童的学习成果 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18所分校 国小二年级的学童小熊 家境不好 在一年级的时候 认字能力落后同学很多 其他课业也就跟不上进度 后来加入永灵希望小学一个学期 透过非学校教室的专业客服 他的认字能力大幅提升 课业也进步了 他很高兴有这样的客服课程来帮助他 因为这样子才有关系很多 永灵教育基金会发现国内加进贫穷 造成学习能力低落的学童 大多在东部地区 于是在六年前以台东大学为基地 成立永灵希望小学 研发教材和教学方法 进入偏向部分小学教学 特别是研发补救教学 电子书包提升了弱势学童的学习兴趣 这个电子书包也让来台湾参访的 美国著名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阅读研究中心教授很感兴趣 在美国有一个都不能落后的教育法案 来保障弱势学童各方面的学习 但台湾却没有立法 而且目前国内的普救教学 都是交给现职的老师来做 国内的专家也认为 这并没有办法有效地提升弱势学童的学习能力 很多老师他其实很有心想要把它做好 可是他心里有余力不足 再过三年台湾要实施12年国民教育 在没有考试的压力下 外界质疑学生的学习成就会再向下滑落 台美的教育专家都建议应该透过立法 避免这种情形发生 让若是学童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记者张明哲台湾报导